買賣珠寶看真點 註冊制度你要知道 我想要這條十三萬八的紅寶石鏡鏈 可不可以錄卡嗎? 我們是A類註冊人,當然沒問題 A類? 甚麼店舖都有分AB類的嗎? 你好,我是香港海關的關Sir 讓我說一下為何他是A類 在修訂後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中 新的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 已經在2023年4月1日起生效 這個制度之下 任何人想在香港經營貴金屬及寶石業務 想在業務過程中 做總額為十二萬或以上港元 非現金交易的交易商 就需要註冊為A類註冊人 所以你給信用卡是沒問題的 有A,那就是有B 對,制度分了A類和B類註冊 B類就像這個個案 嗯,我想要這隻鑽石戒指 幾錢呀?收不收cash? 多謝你十五萬 我們可以收cash的 同時都想問你拿回身份證 做客戶盡職審查 我來買東西呀 為甚麼要檢查我身份證呀? 嗯,因為有一個新的 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 但為甚麼我是顧客要給身份證呀? 或者我來幫忙解釋一下 你是… 你好,我是香港海關的關sir 新的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註冊制度下 這間店舖已經註冊了做B類註冊人 在售賣這隻鑽石戒指的時候 可以收總額為十二萬或以上港元的現金 或者總額為十二萬或以上的非現金 而B類註冊人 在進行總額為十二萬或以上港元的現金交易時 必須進行《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第615章,附表2所定的要求 例如客戶進職審查及保存紀錄等 為了執行客戶進職審查 B類註冊人須向客戶索取身份證明文件 例如香港身份證、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 以識別及核實客戶身份 並須同時複印身份證明文件以作備存 客戶應作出配合 相關備存紀錄須於交易完成後 或與有關客戶終止業務關係後 保存至少五年 噢,原來是這樣 對 你好,我是意大利的保食交易商 想買你年六條轉職鏈的 好,謝謝你 一共三十八萬港幣 請問你想怎樣付錢? 我給現金的,謝謝 那麻煩你給我護照 讓我做客戶進職審查 先生,你自己都記得 要交現金交易報告給海關 交甚麼報告? 好,因為你是非香港貴金屬及保石交易商 要交現金交易報告的 兩位你好,我是香港海關的關Sir 讓我講解一下吧 在新的貴金屬及保石交易商監管制度下 非香港貴金屬及保石交易商 只符合以下說明的人 即是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個人 或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的法人 亦不屬公司條例所界定的註冊非香港公司 在香港沒有營業地點 以及在香港經營貴金屬及保石業務的總日數 在任何公历年中不超過六十日 那作為非香港貴金屬及保石交易商 甚麼情況下要交這個報告的? 問得好 非香港貴金屬及保石交易商 需要任何總額為十二萬或以上港元的現金交易 不論是支付或收取款項 都要向海關提交有關現金交易報告的 我應該怎樣提交報告呢? 可以在海關網頁下載現金交易報告 並將填妥的現金交易報告 以全真方式交給香港海關 又或者經網上提交 報告必須在完成交易後一日內遞交的 如果你交易後就馬上離港 那就要在離港前完成提交 以教組者為準 原來是這樣 謝謝 謝謝 詳情可以瀏覽香港海關的網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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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